那業者申報然後相關的文件齊全之後 本會就會開始依照公平法的規定來進行競爭的審查 那會依照審查的結果 還有相關的市政來進一步判斷這個結合案 是不是應該允許還是本會必須要禁止這樣一個結合 因為這個案子涉及到是競爭者之間的結合 所以公平法底下有一些既定的審查架構 主要會考慮到結合後的那個市場集中度的改變情況 那另外就是有關結合後的我們稱為單方效果 就是事業在結合後是不是有能力去漲價 漲價的幅度到底高不高 那第三個是結合以後整個的外送平台市場 是不是業者進行聯合勾結的行為會更加的可能性更高 那最後當然我們也會評估結合所可能帶來的好處跟利益 包含對消費者對餐廳是不是有提高服務品質 降低成本 降低收費等等各方面的效果 那依照公平法的規定我們是必須綜合考慮這些限制跟有利益的效果 來做一個綜合的判斷 就之前我們調查的結果兩家合起來的市占率 依照目前 假設我們把市場界定為是外送平台市場的話 那兩家合起來市占率基本上都已經超過八成 所以依照公平法的規定 當然我們對於所謂的壟斷獨佔 法律是有明文規定的一些要件 所以如果達到八成以上 這不排除會有獨佔跟壟斷的可能性 但是在公平法底下獨佔壟斷並不表示就當然違法了 或者是說這個結合就必然會被禁止 我們還是得要看看 在這樣大的市場力量底下 那這個相關結合的業者事後有沒有濫用這個力量去妨礙限制 甚至排除市場競爭 那還有它的程度會到達什麼地方 我們再來決定後續這個案子會做什麼要處理